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命运 尤其是在今时今日,有些预计不了的疫情 其实等同天灾,很多朋友做开生意的那些都挺投行的 开食肆那些突然间没了生意,要去转型,怎样转型 真的没想过,因为之前那个叫做成功模式,或者它继续运作那样东西 都是运转得很好,是失惊无神有感的情况的时候 令到世界停摆,令到很多人,我想全世界有九成人是受到影响 除了很少数,好像香港政府那些议员,或者一些官员那么幸运 在这样的环境,还有家人工,或者是动身 根本是很...真是...西间罕见的 但是香港是很幸福的,做这些叫做公务员,或者半官方机构 就是非常之幸福的 可能在他的命里,有些叫官运 在这些官的运用,你叫他做大财,就没可能 但是平坚稳稳,在香港绝对没问题 那我十多岁,就已经玩梨未豆酬 那时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那时起盘,就要找人手建 看着本书,画格仔 然后又要升上一些主星,又要排名 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呢?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得意,亦都想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我是挺相信中国的述素 因为其实在西方也好,或者是东方也是好 他都相信一样东西,星体是会影响人的思想 即是出生的时刻,其实是会影响人的运程 我相信这件事,为什么呢? 譬如你看最简单,每逢是十五,即是旧历十五 即是月圆之夜,不但潮水是会是罪障 初一是最低的,其实月圆那些 人的思想会被影响,例如最多的风化案 强奸案是最多的时候出现,变人狼也是十五 即是月圆之夜,影响了情绪 因为连潮值也会影响,怎么不会影响到人的潮水 那个思考 我也试过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夏至的时候 我上次遇见那个警察对ickets阿 Rayman Chan 都跟夏至位神社会来讲 我还是到了我感觉到今天有机会去健康 因为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夏至全北半球的日照是最多的 日照最多,晚上最短,思想会被影响 那两天后来发觉那天真的是诋毁 还有天人合作,有些人会有这些感觉 我会感觉到,他又不相信 他说我肤浅,我说人就是这么肤浅 很多人想到自己是万物之灵 可以计算所有事情,其实不是 通常集体群众的情绪会被太阳粒子 或是星体走过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会有三元九运出现 三元九运就是每一百八十年九星连珠 那九粒星就全部是最近排成一条直线 那九星连珠的时候就影响人的最大 那六十年就有三粒星连在一起 二十年就有两粒星连在一起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理 那有些人就说到很夸张 那紫微斗数其实就是有一百四十四粒星 就审落十二个星盘里面 有命盘 有福德公 有命公 有福德公 有侄压公 有事业公 有劳博公 十二个宫 那每一个宫审落的时候 又好又不好 有时候有些人的财星是很好 但是他一方面不好 就是很强于首富成哥 他那个财星一定是很好 但是夫妻公一定不好 因为他太太是自杀身亡 那这些是有些好有些不好 人永远是这样 也会有高高低低 那看看你自己是怎样去掌握 那我不是说说宿命 但是人就是有鬼迹的 那可能有些人走了 好像玩十三章那样 有些人就走 摆在头上 烟叨头 然后头叨 烟叨头 那摆大头 那头段走得最好 然后后面就辛苦一点 有些人就是在尾上 毛头一叨蛇 毛头一叨枯 就在后面 或者是四条 那有些人就很平均的 叨花枯 就是很灿烂 那牌就是这样 那看你怎样摆到最好 那人生就是这样 没办法 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掌握 就是上天给你要怎样 今天想说的就比较杂 但是都是一些体会 有什么大家可以谈 拜拜